第五十二集 沈母青看见蒋双瑞披着一件半心不救的石青色棉丑斗篷钻了出来 静止进了窄门 原来是早有准备啊 还好这条胡同很是僻静 要不然他还真不好走出去 沈母青就朝着英芬使了个眼色 英芬就问蒋双瑞身边的马妈妈 妈妈这里不会是二少奶奶的娘家吧 我们事先也没有个准备 这样上门太失礼了些 那马妈妈就笑道 看姑娘说的 明天才初三 我们二少奶奶怎么会今天回娘家 这儿啊是二少奶奶从前师父的宅子 二少奶奶每年都会来给他老人家拜年的 沈母青在英芬开口的时候就缓了缓脚步 现在听马妈妈这么一说 放下心来 大步的跟了上去 院子是三进三房的四合院 院子中间搭着葡萄架 葡萄架下有金鱼缸 中屋门前种着奇屋檐高的桃树和礼树 墙角种着几株美人椒 屋檐下挂着男主鸟笼 黄丽喜鹊叽叽喳喳的叫着 白领纸上贴着红红的窗花 整个院子显得生气勃勃 充满生活勤气 沈母青一眼就爱上了他 蒋双瑞站在垂花门前等着沈母青 见他跟了傻来 不动声色的打亮了沈母青一眼 轻轻的说了声 跟我来 就领着他跟在一个未留头的小丫鬟的身后 进了正房的堂屋 屋子正中站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 他的身后立着两个年纪在十三四岁的小姑娘 男子穿了一件丁香色露愁折衣 白白胖胖的大幅翩翩 脸上的五官都挤到了一起 只看得见两腮帮子 大冬天的像婴儿般粗短白嫩的手里 还拿着一把红色苗精穿衫 在那儿摇来摇去的 两个小姑娘都穿着白领袄 青石色挑线裙 乌黑的头发高高的弯起 一个插了一只像红宝石的蝴蝶簪 一个插了一只像蓝宝石的蝴蝶簪 巨是眉如柳叶 目如秋水 腰枝如柳的美人 乍眼一看 沈木青还以为是对双生子 看见蒋双瑞 老者本以不大的眼睛 立刻眯成了一条缝 笑眯眯的朝着他招手 来来 我得了一块鸡血石 你快来看看 戴红宝石的那个小姑娘 则跑过来拉了蒋双瑞的手道 蒋姐姐 你今天怎么会来 看见蒋双瑞身后的沈木青 他睁大了眼睛祈祷 这位姐姐是谁 只有你大惊小怪的沉不住气 戴蓝宝石的那个小姑娘 板着脸训斥戴红宝石的小姑娘 还不去给蒋姐姐端着屋子来 带红宝石的小姑娘 丢下蒋双瑞迎声而去 带了蓝宝石的小姑娘 就过来给蒋双瑞 解披风 姐姐如今是双身子 不来 师父也不会责怪的 说着 目录羡慕的 望着蒋双瑞 微微突起的肚子 蒋双瑞笑而不语的 任那小姑娘 给他解了披风 然后上前屈膝 给那男子行了个礼 指着沈木青岛 袁师父 这是我弟妹 带蓝宝石的小姑娘一听 立刻睁大了双眼 打亮沈木青 袁师父听了 也面露诧异 沈世明的女儿 跟着沈别山 学画牡丹的那个 蒋双瑞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介绍老者给沈木青 这位是我以前的先生 姓袁 沈木青听袁师父的口气 好像认识沈真跟敏先生 他忙屈膝给老者行了个礼 恭敬地喊了一声 袁师父 蒋双瑞又指着那戴蓝宝石的小姑娘道 这是袁师父身边的小双 说着转身望着正指挥着小丫鬟们 端紧雾的戴红宝石的小姑娘 这是大双 大双的性格可能比较开朗 听到蒋双瑞说他就朝着沈木青笑了笑 袁师父身边的 丫鬟不像丫鬟 小妾不像小妾 或者是通房 可年龄相差的也太大些了吧 想到这儿他不由得仔细地打亮了两个小姑娘一眼 两个小姑娘却笑盈盈地屈膝给他行礼 他学着蒋双瑞的样子 朝着两个小姑娘微笑着点了点头 丫师父已经一言不发地进了东次间 朝着沈木青招手 来来来 我已准备好了笔墨 让我看看 你都跟敏别山学了些什么 言辞之间 颇有些瞧不起敏别山的样子 沈木青皱了皱眉 蒋双瑞在一旁解释道 我师父就是这个脾气 你别见怪 他早就听说 敏先生的诗画琴棋都堪称一绝 有四公子的美誉 只是一直无缘相见 现在见到你 一定是想让你给他画符画 或者是对敏先生的名声 和才学不符的人 沈木青思寸着笑道 我只是跟着敏先生学了些皮毛 怎么敢在袁师父面前献丑呢 袁师父却是哈哈大笑 京都地下钱庄 开出了一赔八的赔绿 都敏鸾山进三甲 你就不要在这儿谦虚了 沈木青愕然 厉声道 秀木于林 封闭催之 这是谁在害敏先生 有意思 有意思 袁师父听了 从冬刺监里走了出来 眯着一双小眼睛 上下打量着沈木青 这小姑娘有点意思 双锐 你这个弟妹 比你那个大嫂可有趣多了 沈木青听得一惊 这个袁师父是什么人 竟然也认识王翁慧 想到这里 他不由的朝着蒋双锐望去 蒋双锐只是朝着他笑了笑 拉他朝冬刺牵走 你就拿出浑身解树 给袁师父画幅画吧 要不然到时候丢脸的 可是敏先生 沈木青望着满脸笑意的蒋双锐 挺直了脊梁 走了进去 那一天 沈木青和蒋双锐 一直待到了黄昏 才从袁师父家告辞 坐在轿子里 沈木青一直思索着蒋双锐带自己去袁师父那儿的初衷 可是怎么想也猜不到 袁师父除了一开始和他说了几句话 其后就一直在旁边细细地观摩着沈木青画画 并不时和蒋双锐低声地讨论几句 如果在平时沈木青多多少少的会有些紧张 可听了蒋双锐的一徐画 他却有几分赌气的成分 反而握笔比平常稳 下笔比平常自然流畅 他画了一幅自己最擅长的牡丹除鸡图 但袁师父对他的画并没有做什么评价 反而对沈木青很感兴趣 嗯 沉稳内敛 却有大家之风 蒋双锐只是在一旁淡淡地笑 沈木青看不出那笑容里有任何负面的情绪 回到梁家 两人去了闲鹤堂 梁又会和三个孩子都不在 太夫人正和一个远房的沈梁说着提几话 两人请了安 寒暄了几句就退了出来 然后去了贵矮堂 路上沈木青一副很担心的样子 阿嫂 要是娘问起来 我们怎么说 照实说就是了 蒋双锐的神情很坦荡 反正我已经商量你了 要是有什么事也有人担着 想到这些 沈木青也就有了主意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有声小说 好事多魔 作者芝芝 演播爱叔叔 进了屋 王文慧正服侍着冯氏卸妆 看见他们进来 两人都面露诧异 书醒和纪敏呢 怎么没有一起回来 冯氏说道 两人给冯氏请过安侯 蒋双锐主动将今天的事说了 冯氏听了 有几分称怪沈木青的意思 为什么不跟着寄敏去长公主府 长公主为人很和善 又愿意帮人 你还是要和他多多走动才是 你还是要和他多多走动才是 沈木青恭敬地应了一声 是 温顺地道 都是媳妇尽考虑 王文慧低着头整理着衣尽 蒋双锐却笑道 娘 弟妹第一次去外公家 难免有些胆怯 他这样归行举步地跟着我 也是形势沉稳的原因 冯氏点头 神色 危机 沈木青就朝着蒋双锐 递了一个感激的眼神 蒋双锐却低垂着眼脸 并没有如沈木青想象的那样 和他眉来眼去的 冯氏问蒋双锐 你往常不是初八去袁师傅那儿吗 怎么突然改今天了 蒋双锐笑道 我今年不比往年 等过了初三 就不准备再出门了 冯氏很满意蒋双锐的回答 笑着点了点头 婆媳说了一会儿话 冯氏就让媳妇们都回去 明天初三 你们都要回娘家 得早起 都去歇了吧 三轴离屈膝行礼应试 鱼灌着出了婆婆的屋子 王文慧立刻道 我服侍着娘吃的晚饭 三个孩子还丢在屋里 让乳娘们看着 我先走一步 蒋双锐没有吱声 而沈木青暗暗的吃惊 没想到蒋双锐和王文慧的关系 竟然已经这样的僵了 他忙朝着王文慧扶了扶 笑道 大嫂快去吧 孩子们要紧 王文慧朝着沈木青笑了笑 然后领着自己屋里的丫鬟和媳妇们 走了 沈木青就笑盈盈的对蒋双锐道 二嫂 我送你回屋吧 二伯不在家呢 在屋檐的大红灯笼的照射下 蒋双锐明媚的脸庞 如涂了一层胭脂式的艳丽 他朝着沈木青 微微的笑着点了点头 沈木青就上前小心翼翼的 扶着蒋双锐的手 走出了跪矮堂 跪矮堂后面并排三个院子 西边是王文慧的唱春院 紧接着是蒋双锐的祥云院 隔了一条涌道过去 就是沐青的蝶翠院了 蒋双锐站在祥云院的台积上 笑望着沈木青 我到了 你回去吧 沈木青笑着把蒋双锐交给了燕红 道 嫂嫂快进去吧 这里有风 小心着了凉 蒋双锐扶着燕红的肩膀 笑望着她 明亮的目光如刀锋般的锐利 让沈木青 让沈木青不由地打了一个寒颤 只好装容作哑 嫂嫂是在夸我吗 说着她脸上就很配合地露出了羞涩的表情 蒋双锐继续望着她 可眼中的锐利一点一点地退去 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还只是整天想着玩呢 现在的孩子越来越厉害了 说着她转头望了望唱春院 脸上浮现出了一丝落寞 可这有什么用 只怕是越聪明越痛苦 沈木青带着一肚子的谜团回到了叠翠院 梁又慧大叫着跑出来 惊喜地抱着沈木青 我还以为你会很晚才会回来呢 英芬就笑嘻嘻地 拿了在路边摊上买的一只桃木簪子 给梁又慧 三少奶奶店家二姑娘特意买的呢 梁又慧很高兴 忙插到头上 看 好看不好看 今天大年初二都关了门 没什么好东西 沈木青自从知道梁又慧的病之后 就把她当成小孩子一样看待 出门也不忘给她带礼物 这是桃木的 你留着做个纪念 梁又慧笑着点头 推着沈木青进屋 你快给我讲讲 你们去了什么地方 见到外公没 晚青表姐在家吗 沈木青微正笑道 外公家里的嫂嫂表妹们 都去他们舅舅家拜年去了 晚青 我没有看见 她是谁 梁又慧很失望的样子 她是我小舅舅的女儿 以前常来我们家玩的 可我怎么没有看见过她 沈木青笑吟吟的问梁又慧 你没有见到过晚青表姐吗 怎么会这样 梁又慧感觉都很奇怪 沈木青壮丝无意的道 也许她跟着 她跟着小舅母去拜年了 不会 梁又慧斩钉截铁地道 晚青表姐是 小舅舅的外事所生 领回家的 所以小舅母 总亲切 从来不带她去的 沈木青很肯定地道 可我的确没有见到她 梁又慧就皱眉 晚青表姐 每天早上 都会陪着几个老姨娘念经 吃过午饭 她就会去大舅母屋里做针线活 或是帮着大舅母算算账 没见到 难道是病了 或者是长公主联系她 无处可去 接到驸马府和她去做伴了 沈无情恶然 目光不由地转向了 西边的祥云院 那天晚上 梁济明果如蒋双瑞所言 到半夜三更才回来 沈无情披了衣裳 颠着脚窥视 就看见石色和春树 来来回回不停地 打水倒水 折腾了好半天 才安静下来 第二天早上 再见梁济明的时候 她素拂黑旅 一幅人淡如菊的清雅模样 比平日更显得清贵 或者梁济明 真是一朵菊花 越立风霜 越显灿烂 沈无情望着 坐在炕猪边 就算是在吃饭 也显得风度翩翩 举止高雅的梁济明 有些心不在焉的想着 怎么 是不是今天的早点不好吃 梁济明笑望着沈无情 语气阴阴 啊 沈无情回过沈来 突然间有了几分不确定 在目光如举的理事面前 自己真的能和梁济明 表现出一副情深的模样吗 她的余光就扫到了坐在身边 大口地吃着金银馒头的梁又慧 她心中一动 有梁又慧跟着 欢乐的气氛也多一些吧 沈无情笑道 我正想着要不要让佑慧和我们一起出门 梁济明嘴角微堪 梁又慧已经扑过来 搂住了沈无情 好啊好啊 三哥 你跟娘说 我陪你们回娘家去 梁济明就有了几分犹豫 你要是不好说 那我去说吧 沈无情心里暗暗叹了口气 我们家人口简单 也没有那么多的规矩 太太也很喜欢佑慧 你放心 不会有什么事的 梁又慧的眼睛亮晶晶的 望着梁济明 盛满了期盼 让人不忍拒绝 梁济明动摇了 她的脸上露出了 毅然决然的神色 还是我去说吧 免得娘责怪起来 让你受牵连 也好 不管怎么说 儿子总是自己的 话再不好听 行事再不如意 企图过了也会原谅 可媳妇却不同 那是从别人家来的 沈无情等梁济明去了逢世那里 她催着梁又慧 快吃 我们要早点回去才好 梁又慧睁着大大的眼睛 三嫂想太太了吗 沈无情点了点头 又笑道 我们家过年的时候 客人特别多 我们回去晚了 太太只怕是 和我们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梁又慧嬉笑道 那多好 好热闹呢 沈无情只催着他快吃饭 自己则趁着这个机会 检查着带回家的礼物 不一会儿 梁济明面带喜色的回来 娘同意了 梁又会欢呼起来 沈无情也嘴角微翘 三个人一起去了沈家 这里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好事多摩 本集播放完毕